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这场盛典云集众多音乐界的顶级大咖 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美伊里亚和周深 然而他们的同台合唱却让人们看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场景 美伊里亚 这位舞蹈界的瑰宝 以其独特的创新的舞蹈风格和出色的音乐才华一直备受大众的喜爱 而周深也是一位音乐界的翘楚 她的嗓音如天籁之音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人们对于他们的同台表演充满了期待 然而事实却让人有些失望 在舞台上 美伊里亚的表演依旧精彩绝伦 但是周深的出现却像是一把无法忽视的存在 她的嗓音在空气中回荡 让人的心灵为之一震 美伊里亚的舞蹈虽然依旧优美 但是在她那无法比拟的音乐面前似乎失去了些许的色彩 美伊里亚的表情在这场表演中显得有些无奈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些许的困惑和尴尬 她似乎没有预料到周深会有这样的表现 而这也让她的表演显得有些暗淡无光 她努力地跳着舞 但是周深的嗓音却如同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让她的表演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这场表演让人们看到了美伊里亚的无奈 也让人们看到了周深的才华 她的音乐不仅打动了美伊里亚 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她的表演让人们明白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 作为华语乐坛的劳动楷模 大魔王周深 最近平凡的霸榜 热度可谓是降维打击全网 前有毕业歌会凤凰音乐节后有上海白月蓝颁奖晚会 每天都能为歌迷带来一场殿堂级表演 下来都是每等上一个表演的热度彻底落下帷幕 就已经带着全新的舞台表演 已经向歌迷迎面走来了 在很多观众的心中早已把周深跟大型晚会捆绑到了一起 毫不夸张地说周深的加持就是整场晚会质量上的保障 不仅可以保障当晚一定的收视率 教科书是唱功更是可以将晚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不难发现每当央视举办一场大型活动 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在官宣名单上看到周深的名字 这一点早在综艺节目时光音乐会跟奔跑吧 就已经得到了验证 不论自己有多忙 只要听到有歌迷喊自己的名字 周深都会及时回馈给予响应 从未黑着脸面对歌迷朋友 只要对方提出要求就会尽力的满足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某次机场对接的名场面 按理来说 见周深应该带着他的照片现场求签名才对 可是这位歌迷不按套路出牌 因看热搜剧狂飙上头 于是就带着多张实力派男演员张颂文的签名照 来迎接周深 甚至还把他的签名照送给了周深 换做其他艺人就算不黑脸 也不会帮对方宣传 再看周深一边举着张颂文的签名照 一边跟歌迷合影 无形当中为歌迷和影迷带来了双除狂喜 尽管距离街机名场面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仍被不少网友津津乐道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举动 如同央美点评的一样细节见人品 说回这次的圆梦舞台 除了大魔王周深外 主办方还把浪几次的人气担当 二次元顶流美伊里亚也邀请了过来 其实早在浪解出舞台播出之后 就有超过80%以上的网友 希望他们二位实力唱将可以同框现唱 起初美伊里亚想要捧红的重点对象是曲怀玉 并非美伊里亚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美伊里亚会续写第二季 王心灵的翻红之路 仅凭一首极乐净土断层排名第一 就连其他几季都忍不住感慨 完全就是降雷打击 导致节目组织能够连夜修改剧本 把主角换成了美伊里亚 而在接下来不同的节目中 美伊里亚不论跟谁组队都能摩擦出不同的化学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前几年周深就在谋场晚会上 演唱过他的极乐净土 日文唱功丝毫不逊色于原唱 看完了他的舞台表演之后 美伊里亚多次在采访时表示 有机会一定要跟周深合作 妥妥的双向奔赴 彼此之间都特别欣赏对方的才华 舞台表演第一首现唱了万众期待的《魏文花明》 该曲目跟周深的伶牙之旅 中文一样 实力不容小觑 常年霸榜日本工信榜平台 两度登上红白合战的舞台 给很多网友带来了美好和感动 每等周深正式亮相 台下就响起了阵阵尖叫声 隔着屏幕都能听到 有人在喊大魔王周深的名字 天来之音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没有为了让对方迁就自己演唱中文 而是日语原版 这也不难理解 周深原本就是语言小天才 精通各种语言 例如乌克兰语 英语 韩语 日语 及中国各地方言 造型看上去像极一个动漫里的男主 一起白衣显得既阳光又帅气 美伊里亚也是一样 将二次元风格贯彻时钟 整个人的状态都特别的二次元 周深 干净又细腻的嗓音 再加上美伊里亚甜美的声线 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远超观众预期 明媚又治愈 说是神仙现场也不算过分 与其说是周年庆典倒不如形容成演唱会 更为贴切 第二段唱完之后 周深还从裤兜里套出了一把花瓣 走心编排 不知道戳中了多少二次元的泪点 给人感觉既甜蜜又感动 也有人觉得他们像几里一对小花筒 但个人觉得周深跟小美 就像一对舞台CP 在这儿之前 这样的画风只会在动漫当中才会出现 舞台的白光打到周深跟美伊里亚的身上后 恰到好处地营造出了一个洁白的世界 此时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 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 整个表演过程不舍地眨一下眼 生怕会错过任何一个高光时刻 周深早在2017年的时候 就翻唱了这首歌曲的中文版 《一期一会》 之前在毕业歌会还现场清唱了一段 乍列唱功开口 就征服了台下所有的歌迷 而这次的日语唱功 则是覆盖了很多人对他以往的认知 相较而言 直播版本的《慰文花敏》 多了一份感动 但感染力跟周深的独唱版本一样 越往后听就会越上头 表演完后 周深透露 下次会跟美伊里牙 以及一位共同好友 三人会合作一场更棒的舞台 简单一句话 吊足了歌迷们的胃口 话说到这儿 周深不仅为我们带来了 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盛宴 还代表万千UP主 送给了美伊里牙一份大礼 上次给新海城送了北京兔银儿 这次给美伊里牙送了百福图 又一次为我争光 尽显偶像正能量 除了这首《慰文花敏》独唱的 《生活总该赢者光亮》 同样值得我们反复的细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讯